新产品营销策略完整介绍,成功推向市场 自2019年起,网络电商,中国称,网店来势汹汹 创造了许多百万业绩卖家,但也让很多卖家负债累累 为什么电商这么夯?它有什么新趋势? 那该如何制定电商行销策略? 想要立足电商市场,请先从产品营销策略开始 虽然很多人常把电商挂在嘴里,但实际怎么把产品引入市场却不知道 那么电商是什么意思? 电子商务的本质是交易的场所,只是把交易发生的地点转移到了网络线上交易 因此比起传统交易方式可以更快速,更容易甚至是跨国界的连接买方与卖方 举例,早期买衣服,都要出门逛,但得花很多时间在交通和行走上 重点找不到自己喜欢的服饰,就觉得这一天很浪费时间 而且脚酸爆了,但如果透过网络电商平台,直接省交通或省时或省力 只要动动手指滑滑滑,就能马上找到你想要的商品 这就是电商魅力所在 电商有什么新趋势? 一,AI增强了线上购物真实性 二,语音搜寻用户使用率不断成长 三,AI帮助了网店了解消费者 四,从客户反馈中强化电商体验 五,大数据正在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 六,聊天机器人改善了购物体验 七,手机购物持续扩展中 八,更多的付款方式 九,与更多的社群API串联 十,客户回馈引应发表 十一,订阅已增加回流客 十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要 十三,企业应数字优化已进行转化 十四,B2B正在成长,并且正在改变中 如何制定电商营销策略? 一,了解您的电商主要目标 二,与客户保持友好关系 三,分析竞争对手来凸显自己优势 四,关键字研究规划已立于Google排名提升 五,创造对搜寻引擎有帮助的内容 六,推广内容争取更多真实流量 七,选择适合自己的电商平台 八,为自己电商拟定营销计划 产品营销策略创造爆款商品 什么是产品营销? 产品营销是将产品推向市场 举办促销或优惠活动来刺激消费者购买的过程 产品营销涉及了解产品目标受众 并使用战略定位和消息传递来增加产品收入和需求 为什么产品营销很重要? 更好的了解您的消费者 有效地定位您的买方角色 了解您的竞争对手 将产品适当地定位在市场上 增加收入并提高销售额 该产品适合现在的市场吗? 该产品今天适合我们的客户吗? 该产品与竞争对手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办法使该产品与竞争对手进一步分开? 检讨过去自我营销 我们是怎么卖商品 怎么刺激消费 产品行销责任 一,确定产品的买方角色和目标受众 二,成功创建并执行您的产品营销策略 三,与其他品牌合作 以吸引更多潜在客群 四,确定您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定位 五,确保产品满足您的目标受众需求 六,保持产品与其他产品的相关性 开始您的电商产品营销策略 产品营销是公司将产品推向市场的过程 成为产品营销人员或产品营销机密 意味着您是公司营销 销售和产品发展核心 在创建和管理产品营销时 您是产品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且您还是产品研发和产品制造 产品营销之间重要联络人 确保每个人与您的产品营销保持同步更新 因此开始制定最新产品的营销策略 以确保在目标受众和客户中获得成功 如果您的产品准备上市 但毫无行销头绪 欢迎您咨询我们体专业电商营销管理团队